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这个文念一段 任以兴怀接力 道归红通 看古素贤尽齐全 为素杰尽心于世 此虽妻而太简 离微路而不张 不及论起鸿躬 愁发其乎真心 顿望福建 寂寂心思 众受不类五金 直举文术一行 而辅会归玄职 则愤入杂花 贯穿住门 则不踪平点 无疑不消归自己 有愿皆回向菩提 展示金城 祈求佳辟 这个一段 意思非常的重要 可以说呢 可以说呢 大司很简单 恶要 把这个梅桃金 在社稼如来 一代实教当中 地位给我们确定 所以这一段文字 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么在这个疫情 我们就是前一段 看到大司非常的清虚 越不敢以立志动根自具 那么既然是一个很平荣之人 怎么能够写得出这样的注解呢 所以现在把自己 射金就是做出解 解释这个金的意思 自己说出来 虽然是很平荣 虽然是很淤 可是自立立他的心 就是不比菩萨差 就是不比菩萨差 就是智慧根性比不上那些大菩萨们 可是我自立立他的心 并不输给这些主大菩萨 所以一开端就说 任意心 任意心怀尽力 这个心 就是连持大肆自己说明 我的心 任然还是 为了自立立他 自己得到殊胜的利益了 一定要想到利益别人 这个是行菩萨道 道归弘通 这个道就是指的念佛法门 就是指的念佛法门 这个诸书里头 就是下菌演绎的这个诸解 演绎在76页 第5号 这个序下 我们一看就想到 心怀尽力 心就是连持大师自己说的 是大肆普心 普遍利益众生的心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 那么也有许多同修常常讲 我们的业障很重要 天天在求消业障 业障能消得了吗 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业障的根源是什么呢 你把这个找到 然后从这个地方 把它消除 那你这个业障 就从根本就罢掉了 不要从置之一业上来消 那是苦 太苦了 太难了 消不尽的 这个业障的根源 就是自私自利 一个人自私自利 什么样的业障都有 能够把自私自利的心 改掉 齐心动念 利益一切众生 你的业障就从根拔掉 没有业障 怎么说没有业障 没有我了 没有我哪有业障 还有什么障碍呢 这个叫从根拔出 什么事情先想到 什么事情先想到 与我自己有没有利益 你这个业障怎么也消不了 一天念十万生佛号也是枉然 天天被凉黄灿 头头都砸破了 业障还是消不了 不然能够把这个心扩大 齐心动念 都为一切众生的利益作响 根本不想到自己 你也不要念佛 也不要拜佛 印章全没有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是改过自心 过失根源 就是自私 就是我 什么都想到我 要是病根 所以佛法自始至终 就是破莫之 为什么叫你 在修学过程当中 要叫你法院回向 回向就是把你所修所学的 一切功德福德都送给别人 自己不要了 都是为别人修的 不是为自己修的 换句话就是 把自己给忘掉 这是大成破莫之绝妙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我扩大 大耳化之 这个小我就没有了 什么是我呢 近虚空变法界就是我 为一切众生作响 就是为我作响 为我作响 就要为一切众生作响 这个是小学长 我们看看 大四的殊胜之处 他的心突变 绝不是自私自利 道是佛法大道 大道就是指念佛求生建徒之道 这个要弘扬 要流通 这个通就是流通 通到十方 要普遍宣扬 那么写成书了 不但能通到十方 而且能流传三世 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大四距离我们现在有五百多年了 那么这个金本子还流传在世界 这是说明他为什么要写这个诸解 写这个诸解 道理就在此 这个是他的本意 那么有没有必要写诸解呢 下面说了 确实有必要 为什么呢 开古书 开始感慨 弥陶经自古以来 也有古少人做主节 但是诸位要晓得 古时候印刷书 很没有发明 所以在当时 这个书本都是手抄本 都是手抄的 手抄本的数量就很有限 这是一定道理 这是一定道理 素量很有限 换一句话说 很容易遗失 遗失了 后人就看不到 所以虽然 虽然诸的人多 流传出了 流传下来的太少了 我们今天看看大赞经 尾草经诸解 不多 没有几种 能流传下来的 不多 而且这些古著呢 做得很简单 我们虽然 我们虽然看了 还是没有办法 把这一部经里面 所寒藏的意理 能够发掘出来 这就是他老人家 此地所讲的了 看古书 先进其全 先是少 很不容易 看到它完全的 那么这是柱子里头有 柱子我们念一下 就注意就知道了 先进其全者 古来非无妙宿 这个妙宿叫好柱子 自古以来 的确是有好柱子 但与断间残偏 乐间其二 先进全文 这就是流传下来的 很多是种残缺不全 善施了 善施了 那么维景树 树结 维树结 敬行于诗 这个树结 敬行于诗 那么他老人家来说 所见到的东海树 越西苏 大佑的略结 这是举出了三种 还有几种 但是不多就是 确确确确实实是不同 是大藏经里面 诸位能看得出来的 只有几种 那么这几种呢 我们仔细去看一看 我们仔细去看一看 正如大师慈德所说的 慈 最切而太简 做的都相当的简单 简单 但是切要 对于通达教义老修行的人来说 是有利益 对于初学 要叫他相信这个法门 不容易接受 为什么 讲的没透彻 没有说的那么很透彻 只是提纲借领地说了一遍 没细数 没有深入地去讨论 所以这个初学 不容易得到利益 底下讲的 利益为路而不障 障就是明显 这个经里面所讲的道理 略略地透露了一点 不太明显 这是讲古人的这个柱子 那么因此啊 就有重新写注解的必要 这是把他自己写这一部 这个这个苏抄的理由说出来 如果古人已经写得很好了 我们现在就不要再费事了 用不住多次一句 实在是古人没做 没做他老人家非做不可 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下面就说明这个道理 不极论其红功 仇发其后真信 功是将这一部经的功用 就是他的作用 他的好处 红是大 这部经的用处是什么呢 是叫我们一身往生 一身成佛 这个功用太大太大了 要不能把这个功用啊 发挥到极出 学佛的人 怎么能够在这个经 这个法门 生起真正的信心 他老人家 这个一句话真做到了 他这一部俗套是真正做到的 将这一部米陶金 他这个大用啊 完全为我们发明出来 是我们多了之后 是我们多了之后 不能不信 不能不信 不能不发愿 不能不求生进度 所以他这部俗套 在这五百年当中啊 真正是渡了 无数的念佛人 把他们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在净土列代祖司当中 对于这个净土宗的贡献 我们可以说 没有任何一个祖司超过莲齿大使 这个是真正的 因为其他的祖司 他能够利益一代 影响一代 没有大使影响这么深域 大使这一部文潮流下来 当时他度不少众生了 他这一部文潮是 是世世世代代的 不晓得做什么 这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 是动往附近 因为这个缘故呢 是自己一种前陋的知见 遇迟下根也忘掉了 换句话说呢 本来不敢写的 现在也是因为前面这个理由嘛 不得不写啊 不得不做这个注解 既借心思 皆是敬礼 敬心敬礼 来为彌桃间做一个详细的注解 看到人家自己说明他自己 来做这个注的英语理由 下面这个几句话呢 很重要 也能够看得出 大使确实是宗教解通 宗是禅宗 教是教相 世出世间法 他没有不通达的 绝对不是一个平常人 这就是说 他这一部注解里面的内容 实在是像欧耶大师所讲的 博大精神 这四个字做到了 总受不类 五经 这个注解里头有在七十六面 道书第三行 这个不类啊 就是与这本经是同类的 性质完全相同的 这个叫不类 此经与大弥陀经为同步 大弥陀经就是佛说五量寿经 跟五量寿经是同步 五量寿经呢 说的比较多 就说的比较详细 这个说的简单 可以说一个是六摄 一个是广摄 它是完全相同的 于十六观经 于十六观经 把它列为尽头三经 三经一论的 这个三经就是 《无量寿经》 《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光无量寿佛经》 《光神论》 这是三经一论 古英王经里面 也是讲的 念阿弥陀佛求生尽头 所以与这个是 也是同类 与这个是同类 那么后处弥陀记经呢 我们看这个经的题目 就晓得了 它的题材是以寄宋 也是说的 念佛求生西方尽头 那么这个《念不经》 不长流通 许多同修没有见到 但是在《大藏经》里面有 《大藏经》里面有 所以这个一共是有五步 下面解释不类 不得不输 其文虽不同 而同于行门 是一步说 它是属于同一步 内的流泪 内的流泪 微行虽不同 而同归于净土 是也流泪 这讲行门的 修行的方法不同 但是目的是一个 目的是相同的 都是求生西方的净土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老人家写这个《注节》 是把这个净土 同不同类的 一共五种 那个精益 都收在这个《注节》里面 这个是他做这个《注节》的 可以说最主要的参考书 换一句话 他这个《注节》 不是随便说的 每一句话 都有经论做一句 不是他自己随便说的 句句话 都有根源 都有经典做一句 这个《注》字 我们才能相信 这个《注节》 就等于是佛经 因为他是揭露一切经论 来解释这个经文的 直句文书也行 直是直接 句是依据 那么有人讲啊 净土法门 不重视不弱 就是他们不太重视智慧 那要是读到这一句啊 这一个疑难就打破了 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了 连持大师苏超是直接一句文殊菩萨的一心三昧 他怎么不讲智慧 不但讲智慧啊 他讲最高的智慧 这个一句话相当重要啊 前面是一经呢 底下这个行的确是最高智慧之行 我们看这个一心文殊一心诸解里面有 在七十七面 一心者文殊菩萨慧 这是说明他的处处 云何名一心三昧 什么叫做一心三昧 一心就是一心五二心啊 三昧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 正是正常 受是享受 所以正受呢就是禅定 禅定才是真的正常的享受 也就是我们本经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一心三昧 名字不一样 意思是一样的 境界是一样的 底下诸解说 佛因法界一相 西因法界十明一心三昧 法界一相 各个佛在《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一何相 金刚经常说一何相 极非一何相 世明一何相 法界的确是一响 夜心一响 可是我们众生迷失了 不晓得法界是一响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法界 三罗万象 所以我们讲十法界 十法界实在讲就是 无量无边的法界 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十 那个十不是数字 不是数目字 不是从意到十 不是这个说法 十是代表无量无边 它是表法的意思 这样说 恐怕同学们还是体会不到其中的意义 我们还要把它说得清醒一点 说在讲外面的境界 就是法界 我无所谓一响 换句话说 不能说一也不能说多 为什么呢 根本没有一那来的多 根本没有多就不能说一 一响是相对的 没有这一边 当然就没有那一边 所以说不上啊 一响是从哪里说的 是从我们心里面分别的 我们心呢 在这个一切境界里面 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时候法界就是一 就叫做一 甚至讲这个一也不可得 真的一也不可得 不得一啊 叫一个一 就用个这个符号的代表 代表就是这个境界 其实说一就错了 一也不能说 那就没法子了 那就所谓 开口便错 动念皆拐 所以真实法说不出的 没办法说 说了就错了 真实法不能想的 一想也错了 就一说一想 就落到第二一了 一定落到相对上去 离开相对 叫不可思议 没有法子思维 也没有法子说明 这个意就是说明 就是意论 讨论 是不可思议 所以在不对 以的情况下 用个一做代表 这一起心动念呢 法界就无量无边 那无量无边 用什么代表呢 用十来代表 因为这个数目字 从一到十 十是个最大的数字 那么由十再到八 由八再到千 所以它代表无量无边 其心动念以后 这叫从第二一 才讲一读 第一语里头 一读都没有 那么是说法界原本是一想 一想就是我们 当我们没有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法界是一想 那么在这种境界里面 我们所感受的 就叫一心 一心什么呢 万法平等 清净一如 一切法不平等 是从你分别心上起的 你没有分别心 法平等 所以菩萨行里面 有一种修行方法 叫婴儿行 这个在修行法门里头 有这个法门 婴儿行 婴儿是刚刚出生 几个月的小孩 菩萨要跟他说 跟他说什么呢 说不分别 他不分别 他是一味 他是一行 你看那个婴儿说 你该来 他吃得很高兴 他拉的大便 他拉的嘴吃得也很高兴 没有两个味道 为什么呢 没有分别嘛 没有分别是一不是二嘛 一起了分别心了 这个是好 那个是坏 这个好吃 那个不好吃 一行就失掉了 三昧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三昧也是平等地震受 正常享受 射掉了怎么样呢 射掉了以后 把这个三昧也就变直了 变成了苦乐忧习血 五种的受用 那本来是义 这变成五了 五里面就有善窝了 就有是非了 就有苦乐了 苦乐又吸血了 换一句话说 无量无边的烦恼 就从这里生起来了 他本来没有烦恼 所以烦恼是从妄心里面生 是从分别执着妄想里面产生的 这个是讲我们生死烦恼的根源 这些都是虚妄 都不是真实的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妄想 你要找烦恼生死都找得到 你烦恼生死了不可等 我有这回事情啊 到这个时候 你的享受啊 那就是一行三昧 住佛菩萨的境界 都叫做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境界 没什么特别 我们个个都有 可是现在我们把它射掉了 这种享受啊 我们眼前没有了 眼前没有这个享受 眼前我们的享受是苦乐又息死 我们是这种享受 这都是我们的分别执着 顺自己的意思了 这里头有落寿 不惑自己意思了 就有苦寿 有苦乐又息血的寿 这个寿都是不正常的 这个寿是虚妄而不是真实的 那么修佛无非是摆脱这个虚妄 协理虚妄 恢复我们真实的 恢复我们本有的 这个叫修佛 所以底下讲了 在修行的 修是三昧的 这个修就是我们要恢复 要把我们的错误 把我们的虚伪修正过来 恢复我们的一心三味 那应该怎么个修法呢 第一呢 不取相貌 就是叫你不要着相 像金刚经商所说的 不取余相如入不动 这个说法 通一切经 通一切法门 这句话是总说 千金万乐 八万四千法门 五两法门 都离不开这个原理 原理原则是一个 方法手段 有无量无边 那叫法门 无量无边的方法手段 都是达到这个目标 就是不着相 不动心 所以它是怎么说 总刚灵说出之后 方法手段太多 我们用哪一个呢 大师也给我们指出一个 这个指出 给主说 不是廉持大师 给我们指出来的 文殊菩萨教的 文殊菩萨教的 他老人家采取 所谓的直居文殊一行 直接一居文殊菩萨的一行三位 就是一居这个开始 那么换句话说 他老人家所传的 这个念佛法门 是根据文殊菩萨 是根据文殊菩萨 所说的 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文殊菩萨怎么教我们呢 细心一福 专成名字 随必方所 断身正相 与一福念念相语 即一念中 能见过去未来诸佛 这个等字 是他老人家加的 因为他经文后的还有 他只揭露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文殊菩萨会上所讲的 文殊菩萨所讲 这是指导我们从一尊佛入门 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面所看到的 现在是文殊菩萨的学生 文殊菩萨教他什么法门呢 就是教他念佛法门 念哪一段佛呢 念阿弥陀佛 怎么晓得呢 因为后面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到归极乐 同时又看到文殊菩萨 自己发愿求生净土 文殊菩萨本人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他教善才同词 当然是念阿弥陀佛 没话说对吧 这是我们在华严会上 第一次见到文殊菩萨教人 传授这个法门 那么在般若会上 他老人家又是这样 这么样强调 在净土沉船上 我们净土中第四代祖师 法照禅师 他是亲身见到文殊菩萨 向文殊菩萨请教 末发时期应该修什么法门好 他就是传给他念佛法门 所以我们这个无会心身念佛 那个调就是文殊菩萨 交给法道 法道传给我们这个后世 这个是无会念佛 是这么来的 法照是唐朝人 那么连池大师是明朝人 他老人家也直接依据文殊菩萨 这个教计 所以我们修这个念佛法门 就是修的一心三明 一心三明是一切菩萨所修的 你看我们在六祖谈经里面 看到这个六祖大师 教诫学人 也是一心三明 他是用禅 用禅禅的方法 我们这个修一心三明 是用念佛的方法 那么从这个地方 你也就会明了了 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修的一心三明 如果不是一心三明 那就不是佛法 所以今天有许多同修 我常常遇到人家的问候 现在是母太多了 妖魔鬼怪太多了 佛与母怎么样来辨别 你从这个总纲灵上 很容易看得出来 佛呢 他决定修一心三明 摩不是的 摩不修一心三明 摩要修一心三明 他也是佛了 他就不叫摩 这是很容易变得 这是很容易变得 一心三明 就是一心五二心 你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这个三庄四星 它是连起来的 是一二三三而已 不能说 我对某一些人也很慈悲 对另一方面人就不慈悲了 那换句话 他这个慈悲不平等 比如说有些宗教说 他这个慈悲对待人 神这个爱人 爱哪个呢 信他 不信他 他就不爱他了 这个是不平等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对于人 这个慈悲是绝定平等 你相信他 你尊敬他 他慈悲爱过你 你毁谤他 你侮辱他 你破坏他 他对你还是慈悲平等 绝对没有二心 这个是佛法 心绝对是清净平等自卑 但是在表现这四上 是不平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自己的业力 不相同 所以佛心决定是清净平等自卑 就给那个做父母 对子女一样 父母对子女 每一个子女都同样爱护 可是在表现外表上讲 有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子女每一个人性情不相同 最表现在外面不一样 可是心地绝对是相同 绝对是一样的 文术复杂交给我们 要细心一幅 细是细念 心里面常常挂念着 念什么 念一尊佛 细念着一尊佛 我们不细念行不行呢 不行 你要不细念一尊佛 你会胡思乱想 你细念的东西太多了 我什么都不细念了 你细念无名 你细念一个时候 我什么都不念 你还是也不念头 换句话说 反复决定做不到 什么真正的事 什么念头都没有 做不到 那个修无想定的人 你修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了 其实他还想 他想一个什么都不想 还是有意义 没有法子 做不到 正因为你做不到 所以叫你把所有的念头 统统离开 像一个 就是以应念 来对峙万念 念佛法门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达到一心三美 所以这个法门 妙太妙了 这是信心与业佛 就是楞严经上 大师智菩萨讲的 义佛 心里面这个念佛 专成名字 这叫念佛 大师智菩萨讲的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见佛就成佛了 不成佛 见不到佛 见佛就成佛 这个念之 就是义佛念佛 随比方俗 断身正相 这就是要相应 那么本经 叫我们念的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西方 所以我们常常想着西方 像佛也想着西方 处处都与西方相应 我们做面对着西方 我们供佛 佛像供在西方 每天向西方礼拜 与他相应 随比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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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身正相 断时断正 不可以随随便便 麻麻糊糊糊 不可以 要好象去上 我们见一个贵宾一样 见一个客人一样 要整肃一容 不能够设理 我们对一个贵宾 我们都不敢设理 我们对佛菩萨 怎么可以设理呢 所以一定要断正义容 每一天是念佛拜佛 与与与佛念念相续 这是叫念法 叫方法 义佛念佛不能终断 这就叫功夫 功夫就是不终断 那么也有一些同修来跟我说 他晓得念佛好处 也很想念佛 但是就念不下去 念了几声就忘掉了 就念不下去了 他来问我 这怎么办 都要晓得 这就是业障 是你本身有障碍 有了业障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 你来参加念佛会 念佛会是 一中靠中 大家在一起念了 就把你这个佛号提起来 所以从前人为什么要敬念佛堂 他就是业障重 业障重了 一中靠中 跟着大家在一起 用这个方法来提醒自己 那么现在呢 还一个方法 就是我常常提醒诸位的 你们用随身听 放这个录音带 放念佛的录音带 把耳机塞到耳朵上 那你就不容易忘掉了 你这些忘掉了 那你提醒你了 那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提醒你了 这是个好方法 所以是要叫二六十中 这个佛号不间断 佛号不要间断 尤其是现在 这个机器很进步 有这个自动回转的 你只要电池充足了 他那个带子自动回转 不需要去调整 这个很理想 用这个东西来阻念 自己能够时时刻刻提 能提得起这个佛号的 而且念得很欢喜的 你就像你的业障情 所以他功夫得利 功夫得利的 就是念得欢喜 念得发喜充满 清安自在 身一心都自在 这个是业障情 真正念佛人 念个三五年 一定会到这个境界 你烦恼 渐渐就少了 所以烦恼少呢 就是分别执着 不像从前 分别执着这个念头 比从前少了 比从前减轻了 心开意解 自自然然能得到清安 能够得到自在 这个是念佛的好境界 所以一定要把握着 念念相续 底下这一句 这是讲古证 你看功夫 有了功夫了 你就有了收获了 这个收获在佛法论 就讲 有所正 你所得到的 得到是什么呢 能见过去未来 祝福 过去未来都能够见 那现在佛更不必说了吧 所以是三十佛 你都能见得到 真的跟这个论言上所讲的一样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就三十佛 你都能见得到 这是讲的 文书 一行三美 是他老人家 注解这一部弥陀苏超 所依据的 就在行门上 他所依据的 前面一段 是讲他在教理上依据的 他是一句与净土 同步同类的五步音 理论的一句 方法的一句呢 是一句文书菩萨的 一行三美 我们对这个注解 才能起信心 不是他随便说的 他确确实实是有根据的 不仅如此 下面还有会通 而夫会归玄职 这愤入杂花 贯穿珠门 这个了不起 哦 这个也看了 那真是拨大精神了 没话说了 宣言指 宣言是指什么呢 是指华严经的神远文 这个注解由 我们再看下面 七十七面 七十七面 第六行 会归玄职者 以净土一门 会归华言 十玄妙职 如后分圆中说明 这个真真是了不起 到底下苏朝里头 还会吸水 那么到这个本经的旋译里面 有更详细的来说明 这一部小本弥陀经 跟大方广佛华言经 是一不是二 虽然华言与他 一般讲是不同类 也不同步 可是由廉持大使 这一段文来看 似乎是同步也是同类 礼仪上讲是同步 教上讲不同 行门里面讲不同类 但是归宿上来讲同类 因为他十大愿望到未及落 那么华言里面用的方法 是修世大愿望 此地是念阿弥陀佛 所以的方法不一样 一个是念佛 一个是修世法愿 法这个十大愿望的愿 他的方法不一样 他目的地是一样的 这个是求生西方净土 那个也是求生西方净土 所以华言经也是求生西方净土 道归基罗 他归到基罗联邦 所以这个年不仅是一不少 因此 李延迟大师这个注决里头 引用华言经的地方特别多 这个诗会归宣旨 华言最重要的是将舍学门 舍学妙旨 这分如杂花了 这个杂花就是华言经 这个分如 分是说不分 如就是融合 杂花就是华言经 用华言经的本名 是大方广佛 杂花 庄言经 我们后人这个翻译的时候 把这个 这个杂 这个字 取消了 就用华 庄也取消了 就用也 所以称为大方广佛 华言经 宣掉两个字 宣了两个字 全名是大方广佛 杂花庄言经 应当是这个称法 所以这个杂花了 就是华言经 那么他这个经 一部分 与华言经是相通的 相通的 如就是相通的意思 贯穿住门 那个住门呢 就是讲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 与念佛法门 都有关联 都有关联 那么换一句话 念佛法门 是一切法门里面的总纲领 是一切法门里面的主流 这个大师在师弟 跟我们说的很明白 这个住节里的有 贯穿住门者 一念佛一门 贯穿一大石教 住行法门 如后舍 一行不乱出名 这是讲 这个念佛的方法 实实在在是贯穿了 佛社的所有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五两法门 这个后面会详细的说 在解释经文 一行不乱这个地方 我们晓得 这个柱子 我们过去讲过两遍 解释一行不乱这一句 就是解释这四个字 莲茨大使用了多少个篇幅呢 用了半本 换句话是全经八分之一 他讲这个一行不乱 讲得真详细 用了一卷当中的一半 半卷文字 解释一行不乱 所以到那个时候 会给你讲得详详细细 明明白白 你得晓得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净土 鸟是净土 轻是净土 无量无边的罪过 他没有读过莲茨大使的塑造 等等读了塑造 他会改变观念的 依照这个塑造来修行 一生当中没有不成就的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是布宗群典 不是广布 宗是宗和 群典就是一切金 一切金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全部的大藏经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 这个一切金 布宗群典 无一不消归自信 本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一句佛号也是消归自信 要不消归自信 怎么能得受用呢 这个念佛呢 这是讲到道地功夫了 那么换句话说 会念的 消归自信 不会念的 执着在明相上 智者在明相上不能消归自信 那就是古人所说的 是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个就是会念与不会念了 那我们要问了 怎么样叫做消归自信 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常提醒同修们 这一句佛号的意思 完全翻成中国话 归以无量觉 咱们要问我们那个觉是不是自信 觉就是自信 深深提醒你自己 要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 以自信觉 觉而不明 那么这个佛号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才说 念一句阿弥陀佛 笑八十一阶 生死重罪 觉了 罪业就消掉了 就灭掉了 你要是迷 迷罪业就先起 消不掉 念念 觉而不明 归以无量觉 那么这个地方要辨别的 什么叫觉 怎样叫迷 换句话说 觉的样子是什么 迷的样子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搞清楚 我们六根借出六尘境界的时候 眼尽四耳闻身 身体借出心里面在其念头 这个叫六根借出六尘境界 这借出境界的时候 你齐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迷 这是迷的项 这一齐心动念的时候 你不要管他 善念也好 悟念也好 然念也好 敬念也好 一开始不理会 马上把他转变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觉 阿弥陀佛是觉念 除了阿弥陀佛以外 都是迷念 都不是觉念 要转得快 古人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你把这个念头 立刻转成阿弥陀佛 叫阿弥陀佛这一念 念念相续 不要叫他中断 不要叫其他的妄念起来 那么也许诸位听了这个话说 这个我们现在干不到 如果一听到完都说 阿弥陀佛 我什么事情也不要想了 什么事情也不要办了 这怎么办呢 这是你现在出学 你没有功夫 你要是真有功夫 你想事办事 你这个佛号还是不断 那是你有功夫了 可是现在你做不到 现在做不到时候怎么办呢 当你想事情要办事情的时候 佛号就停下来 去想事情去办事 事情办好了 想好了 那个事情放下 佛号提起来 现在只能用这个方法 只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用熟了 用上个几年了 心真正正清净了 你一面办事一面考虑问题 佛号还是不间断 这是功夫的问题 换句话是 你现在有业障嘛 你没法子嘛 你要考虑问题 那就是业障现金 必须把佛号暂时放下 不要着急 慢慢地来 按部就班来 所以一定要懂得消归自信 消归自欺 这个佛号念的才有用处 这些思与理 在书潮里面都有很大的篇幅 详细地来讨论 这也在后面 我们会看到的 有愿见回向菩提 菩提是凡语 印度化 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 菩提是菩提心 就是觉悟的心 所以菩提是觉 有愿呢 都要觉 不能迷 有愿见回向菩提 有愿都要回向觉到 不能迷惑 不能迷惑颠倒 人 不管什么人 中国人 外国人 古人 金人 行人 愚人 他都有愿 哪个人没有愿呢 愿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们想到哪里去玩玩 也是愿呢 愿太多太多了 愿太多太多了 都是好愿 如果要是迷了 你到佛团来听见这个愿 都不是好愿 为什么呢 你迷而不觉 你迷 要紧的是觉而不迷 那个觉迷 记住我前面所讲的 觉是什么呢 不其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觉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是迷 所以清凉 在这个《华严经》 《经体》里面 跟我们说的几句话 非常有道理 他将这个学佛的人 听经的人 不懂得这个原理原则 今天多了 看多了 得了什么效果呢 正章邪迹 糟糕了 正章邪迹 这就是什么呢 没有消归自信 不会消归自信的 看多了 听多了 正章邪迹 听听这个人这个说的 那个人那个说的 有的相同 有的相冲突 你为什么会听到这些 因为你分别执着 胡思乱想 那么你要不听呢 不听又糟糕 不听 正章无名 这个事情麻烦了 不听经 正章无名 那修行就是盲修下列 今天多了又胡思乱想 今天多了又胡思乱想 真的吗 今天多了又胡思乱想 这个事情真难真难 所以古德初学 老师教学生也是如此 只准听一个人的 不能听第二个人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不会听 听多了又胡思乱想 到底哪个对啊 我这个师父给我这么说的 他又是那么说的 那个人又是那么说的 到底谁对 这个字迹就是分别执着 越来越深 所以只准听一个人的 听一个人的呢 那个分别执着也是有啊 但是减轻了不少 所以现在人这个修行困难 为什么呢 没有老师了 没有私诚 没有老师 现在是民主自由 讲经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到处就听 听听正章邪迹 这个损失太大太大了 如果真正遇到一个好老师 你只可以听我的 不能听别人的 你一定会反感 这某某人 别听他的 这个人太专制了 太八道了 他不讲理了 所以现在真正的善知识 也一句话都不说了 你们自己爱做伴一种吧 反正成就不成就是你 与我不相干 真正能懂得消贵自信 就没有这种毛病 听而无听 我无听而听 他听见只有悟处 他不会有胡思乱想 他不会大妄想 不会分别执着 他常常听经常常听经 火让开悟 为什么不开悟呢 因为他在听经的时候 没有分别执着 就是 句句话的 都留到自信里去 自信没有分别 自信不执着 那么这个听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以正法熏无名 熏悉无名 熏久了 会豁然大悟 道理在此地 不会听的什么呢 这个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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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法呢 他不寻无名 他在那里助长之间 助长之间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又听得多呢 你的常识越丰富 就是正常你佛学的常识 没有力量啊 破不明 所以你听一辈子间 不能开悟 讲到佛法 头头是道 你都懂得 你听得多 看得多 你样样都晓得 你的烦恼不能断 你的无名不能破 这样一来就是 把佛整个佛法 变成了世间法 就像世间一般学术一样 变成一种佛修常识 要愧吃大了 这个不是佛法 清阳大师这两句话 讲得太有道理了 一定要懂得 小规自信 回向菩提 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得 没有这个功夫 他说不出来 这个两句他写不出来的 所以从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文来看 你就要了解这一部梅桃经的价值 这个梅桃塑造的价值 是斩死精尘 祈求加笔 这是因为他要写这个诸子了 斩死斩步自己的精尘 求三宝加持 使自己写的这个诸解没有错误 一定要得三宝加持 没有三宝加持写不出来 没有三宝加持不可能没有错误 这个是求三宝神力加持的话 所以主要真正明白了 久了 我们一生就读这一部经够了 就弘扬这一部经够了 其他的都可以放下 不要再搞了 再搞别的都叫打线插 这一部经 保证你成佛 保证你往生 决定不落空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 好了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